长篇玄幻小说《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李云霄咽了一口口水不断地后退 喉咙一阵干涩地说道 你 你把它放地上吧 人妖笑嘻嘻起来 别怕呀 哥哥很想和你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啊 李云霄抹了一把汗说道 你不是已经有一个弟弟了吗 而且我还很忙 你放下珠子 我娶了之后就走 你说的是他 人妖指了指身后那名 已经失去神识的武宗强者 眼中露出一抹厌恶之色 这人我根本就不认识 看人家长得漂亮就死缠着人家 真是讨厌 他轻轻一挥手 那名武宗强者的上身瞬间被炸得轰裂开来 就剩下两条腿倒在地上 我讨厌你妹呀 那珠子老子不要了 李云霄心底发寒 转身就化作一道光芒 飞射而去 哪怕是武尊强者 他也有一战之勇 即便不敌也不至于落荒而逃 但面对这人妖 他心底就已经发寒了 哪里还提得起战斗的勇气 和正常的武尊打 输了顶多一死而已 到了他们这种程度 早已经没有了生死的概念了 但是和那人妖打的话 若是输了 后果不堪设想 从先前那名武宗强者的情况 就可以看出来 生不如死啊 小弟弟还挺倔强的嘛 哥哥我喜欢 李云霄狂飞了一阵之后 耳边还传来那人妖的声音 顿时脸色一下惨白起来 只见不远处 人妖正笑嘻嘻的盯着他 目光尽是淫荡之色 哼 既然你要来 我就带你去玩一玩 李云霄强整着内心的怒气 感觉被一个人妖调戏 是莫大的羞辱 他朝着一个方向急飞而去 突然身边人影一闪 人妖的速度 竟然直接超过了他 把他拦在了空中 冷冷的笑道 我知道你要去哪 那地方的确有几个棘手的家伙 难道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李云霄心中已惊 他要去的地方 正是天一阁高手的隐秘之处 丁灵儿让周祥仔细的盯梢了一天 这才查到了那些 新进入清歌林地的高手藏身之所 正是这城南之内 李云霄正想是把妖人给引过去 然后引发混乱 让这人妖和天一阁那些人冲突起来 想不到竟然被他看穿了 而且这人妖竟然也知道那地方藏有强者 他到底是什么人 人妖自顾自的说道 这段时间清歌林地好像不太平呢 接二连三的出现了不少高手 他盯着远处 少有的露出凝重之色 那些人应该是天一阁的吧 难道你是天一阁的人 李云霄冷笑道 知道就好 等会儿我同伴来了 定然要将你撕碎 人妖的眼中略过一丝凝重 但依然笑脸如花 哎哟 好没良心的小弟弟 人家只想送你一枚东海月明珠而已 这东西多少人强迫了头都得不到呢 李云霄只觉得一阵头疼 你开个价吧 那东海月明珠我要了 既然你知道我是天一阁的人 就知道绝不会出不起价的 你喜欢男人我不管 但若是想打我的主意 我会让你真正的变成女人 人妖眼里满是忧怨之色 称怒道 如果人家真的是女人就好了 你就不会不理人家了 李云霄再也忍不住了 连苦水都呕了出来 怒道 别以为我是恐吓你 有个叫疯子杰的书恋师 你听过吧 专门摆弄人体器官的变态 很多年前 他就研究出把男人变成女人 把女人变成男人的秘法 现在他就在我天一阁一处隐蔽之处 若是你惹怒了本少爷 就让你成为真正的女人 人妖脸上一呆 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脸上闪过一抹潮红 激动道 疯子杰不是死了吗 他还活着 你真的可以把我变成真正的女人 不是骗我 这下轮到李云霄呆着住了 他看着激动的一步步走上来的人妖 吓得连连后退 浑身冷汗淋漓 你 你什么意思 人妖的眼中满是狂喜之色 兴奋道 女人 女人呐 我要变女人 我要变成真正的女人 如果是疯子杰的话 一定可以的 对不对 你帮我 求求你帮帮我吧 人妖站立在空中 激动的有些发抖起来 这些年来我抓了不少的数恋师 让他们研究把男人变成真正女人的方法 试验了上千例 可一个成功的也没有 全是一群饭桶 后来我终于绝望了 把那些数恋师全部简单的变成了女人 但如果是传说中的那位疯恋师的话 一定有办法的 只要你帮我 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李云霄艰难的咽了一口口水 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善善的说道 原来如此啊 嗯 那位疯子数恋师 的确是有办法的 别别别 你别过来 你退后 你再走近一步 这辈子就休想变成真正的女人了 那人妖一听 果然站立在空中 不敢动一下 眼里满是忐忑和期待之色 李云霄内心狂骂不已 大变态 这世上怎么这么多的变态 当初老子在五地巅峰的时候 就应该把这世上的变态 全部清扫一遍 现在也就不会遇上这些变态了 人妖的眼中激动之后 露出了狐疑之色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骗我的 疯子杰真的没有死啊 而且你真的能说得动他 他的眼中渐渐的汇聚起力气来 寒声说道 若是你骗了我 让我的愿望落空 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李云霄感受到他的含义 吓得一个哆嗦 骂道 落入你手中的男人 哪个不是生不如死 他急忙道 当然不会骗你 告诉你吧 那疯子杰就是我师父 我叫顾岳生 也是一名数恋师 说完 他还将自己身上的魂力释放出来 并且讲了一些疯子杰以前和现在的情况 当然是灵魂显影的时候 在戒神碑内 从顾岳生的口里 逼问出来的 人妖听完之后 再次难以抑制的激动起来 哆嗦道 不错 不错 这些真是他的习惯 当初为了找他 我也研究了许多的资料和情报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 看来 你真的是他的徒弟 李云霄抹了抹冷汗 他发现自己浑身都湿透了 当初在阎武城的时候 面对五帝星宿老怪 都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凌空说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还有 我为何要帮你 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人妖略一犹豫 想到自己毕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靠眼前这个人 半点来不得马虎 女士老老实实说道 人家叫宇文敖 你若是能够帮我的话 不仅这枚东海月明珠给你 而且可以替你完成 任何我力所能及的事 还有 还有 他脸上突然露出 妩媚之色 娇笑道 还有 等人家变成真正的女人之后 第一个就让你享用 李云霄当场 死神功有个叫宇文祥的变态 是你什么人 宇文敖 脸色一变 随即咬牙切齿的怒道 那人 真是人家的亲哥哥 每次有了好男人 都是他第一个先享用 等到不用之后 再给人家 人家恨死他了 果然 李云霄心中一阵了然 果然是死神功的那些变态 死神功乃是大陆上第一的杀手组织 文之变色 而且更加让人变色的是 这个组织里的杀手 全是一群喜欢男人的变态 所以被死神功盯上的武者 宁可被杀 也不愿活着落入这些人手中 李云霄问道 那你来清歌灵地是所谓何事 莫非是有人出钱杀人 是让你杀谁啊 宇文敖哼道 有位美男子拿着死神令牌上门 说是要杀一个叫李云霄的人 本来死神令牌出现 必须要公主本人亲自出马 完成任务才行 但是我哥哥那个坏人 被那名美男子迷得神魂颠倒的 整天在宫内没日没夜地享用 这才派了我出来 李云霄脸色大变 几乎没有了血色 他变色的原因 一小部分是因为对方要杀的对象 竟然是自己 更多的原因是 替那位拿着死神令牌上门的美男子哀嚎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杀自己 但想到那人现在每天都在被宇文祥 没日没夜地享用 就觉得已经得到了最惨的报应了 怎么 你认识李云霄 宇文敖看他脸色变化 胡疑起来 听闻那李云霄也是个角色美男 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舔了舔舌头露出宁笑之色 人家很想抓来享用一下呢 在城南待了几天 自然知道了茶馆里听来的那些 什么拥兵团和商盟大战都是扯淡的 心中不免有些失望 他倒是希望能够遇到一位影响力如此大的美男子 让他有个目标 李云霄争目怒道 那李云霄虽然是个绝代美男 但也是本人的生死之交 你休要打他的主意 否则就是拼着一死 我也绝不会让我师父替你进行性别转换的 你们可以休息一下